第七十一集 孙悟空携手二郎神大战九头虫 现在开始 上一集我们正说到 孙悟空和猪八戒大战那九头驸马 这九头虫情急之下显出了原形 原来是一只凶恶无比的九头巨鸟 他冷不顶给孙悟空来了个声东击西 一转身却扑向了猪八戒 而后突然从肚子底下伸出了一个脑袋 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咬住了猪八戒的踪毛 二号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 不见了踪影 弄得孙悟空是抓耳挠腮 急得在岸上大叫 八戒八戒 妖怪有种你出来敢老孙打背后偷袭算什么本事 但是任凭孙悟空他怎么喊那妖怪就是不出来了 孙悟空骂了多时 却没有反应 心中想到哎呀这妖怪果然有手段 真不好对付呀 俺老孙要是这样就回了那济赛国 那国王想必要耻笑俺老孙说了大话 不过要是潜水下去跟他们打 在水底下俺老孙这动作又不灵便 还得念那避水咒 哎呀这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哎不如俺老孙还变个螃蟹 下去看看能不能偷偷的救出八戒 而后再做打算 嗯就这么办 想到这儿孙悟空摇身一变 果然又变成了一只大螃蟹 噗通哗一声跳进了水里 一溜烟他可就来到了水底下 孙悟空上次来偷牛魔王的避水晶晶寿时 对这条路已经走得很熟悉了 因此不多一会儿 他就又来到了那座牌楼的前面 而后顺着牌楼偷偷地爬进了那老龙京的水下宫殿 就见那老龙京正跟他的九头驸马在喝酒庆祝呢 吵吵闹闹的 原来啊那九头虫抓住猪八戒潜入水中 回到水底宫殿前 还变成驸马爷的样子 把猪八戒重重地摔在地上 大叫一声 来啊把这野猪给我绑了 顿时闯上了一帮鱼虾螃蟹妖精 把猪八戒推推嗓嗓地绑了起来 来见那老龙京那老龙京问明了情况不禁大喜 赶紧摆下酒宴庆祝九头驸马 骑开得胜抓回了猪八戒 咱们再说 孙悟空进了宫殿躲在一个墙角上偷听那些小妖怪们说话 就听几个鱼虾小妖在窃窃私语 这个问哎我说听说咱们驸马爷活装了一个大耳朵的和尚 叫那什么猪八戒的 那个说 是是刚才就是我帮着把他绑起来的 哦那猪八戒现在可还活着呢吗 活着呢就绑在西边走廊那根柱子上 驸马爷说了等抓住那个什么孙悟空把他们一块下锅 孙悟空听了个真真切切 于是趁人不注意他慢慢的爬到了西边走廊上 见猪八戒果然被严严实实的绑在柱子上 正在那哼哼哼的 蛙悟空腦袋多了不起啊 给你猪爷爷搞突然袭击 你等着我跟你没完 突然猪八戒耳边传了一个声音 呆子可认得我吗 这声音猪八戒能不认识吗 哦猴哥 你在哪你在哪猴哥 你到底变了个什么呀 呆子 你往地上看 原来是只大螃蟹 猴哥也可真行 呆子 我现在给你解开绳子 咱们一起走 上了岸再想办法收拾那妖怪 得了猴哥 你快给我解开 就见孙悟空伸出两只大钳子 咔嚓咔嚓两声 把猪八戒身上的绳子剪断 然后说道 呆子 咱们快走 猴哥 你等等 我那耙子还在那妖怪手里呢 我得把它拿回来呀 那可是俺老猪的命根子呀 呆子 你可真麻烦 你看见他们把耙子放哪了吗 猴哥 我刚才好像看见 被那妖怪拿到那大殿上去了 八戒 这样吧 你自己先偷偷地溜出去 我去帮你找耙子 说着两个人分头行动起来 猪八戒一个人偷偷地溜了出去 去那大殿外头藏了起来 孙悟空的仍旧是一只大螃蟹的模样 又慢慢地爬回到那大殿上 瞪起两只螃蟹 火眼睛睛四处搜寻 他就发现这大殿的东北角上 放出硕硕的光彩 孙悟空爬过去一看 果然是猪八戒那九尺钉耙在放光 这时孙悟空使了个隐身法 把耙子偷偷地拿了出来 跳出殿外来到那牌楼底下轻声地呼唤 八戒 八戒 来拿耙子呀 猪八戒藏地跳了出来 接耙子在手说道 有了这耙子 俺老猪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说猴哥 你先上岸去等着 带俺老猪冲进这大殿里头 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要是能得胜 俺就抓了这一窝妖怪上去 要是打败了 俺就跑回岸上 你就在岸上接应我 怎么样 孙悟空听了大喜道 好样的八戒 真有你的 小心点啊 放心吧猴哥 俺老猪在水里还是有些本事的 猴哥 你快走吧 孙悟空于是一个人回了岸上 去等消息 就见这猪八戒 紧了紧裤腰带 呸呸两声 露胳膊挽袖子 而后抄起大耙子 大叫一声 大疼 妖怪们 你家天鹏元帅来了 还不快快受死 抡起耙子 照着那宫殿的大门狠狠地砸了下去 只听 咚 一声巨响 顿时把那殿门砸了个粉碎 可把一众妖怪吓坏了 那九头虫吓得酒杯啪叉的一声 掉到地上摔碎了 那老龙精吓得从椅子上 一个猛子养了过去 扑通 哎呦 一声跌倒在地上 再看猪八戒 轮起耙子就闯进了大地 不管三七二十一是 见着什么 打什么呀 就听 打的一众妖怪是鬼哭狼嚎了 那九头虫赶紧先让公主藏好了 而后抄起自己的月牙大铲 跳到猪八戒的面前大叫道 好你个胆大包天的猪八戒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竟敢惊扰我家公主殿下 和我的老岳父大人 难道你不想活了吗 呸 你这丑陋的妖怪 你失诡计把老猪抓了来 今天老猪非给你分个高低 上下不可 你接耙子吧 你轮耙子就砸呀 那妖怪自然也不示弱 轮动月牙大铲 跟猪八戒就打在了一起 再说那老龙精 看到驸马挡住了猪八戒 这才定下神来 他赶紧召唤了一群龙子龙孙 虾兵蟹将 让他们各拿刀枪一起来围困猪八戒 猪八戒这次学经了 一看形势不好 掉头就跑 那老龙精恨猪八戒 搅了自己跟驸马的宴席 砸烂了大殿上的摆设 于是一马当先 带着一众小妖怪就追了出来 话说孙悟空正在岸上等着呢 忽然就见碧波潭里水花一翻 一身猪八戒拖着个耙子就跳了出来 孙悟空赶紧问道 八戒怎么样 可战胜那九头驸马了吗 猴哥 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你多打扫 要困住俺老猪 被俺杀开一条血路冲了出来 猴哥 你做好准备啊 那老龙精随后就追来了 正说着水面上就跟开了锅似的 只想啊 就见那老龙精带着一众小妖怪 追出了水面 孙悟空一见 大叫一声 妖怪哪里走 举起金箍棒 朝着那老龙精就打去 只听 一声惨叫 那老龙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被孙悟空这一棒子正拍在后背上 立刻被打回了原形 一条老龙躺在地上没了气 那一众小妖怪 一见自己的老大王被打死了 可都吓坏了 是四散奔逃啊 好在那九头虫及时赶到 扛起老龙精 收拾残兵败将 逃回了水底 猪八戒正要追赶 苏悟空拦住他说 八戒 穷寇莫追啊 你把那九头虫追急了 不知他又要使些什么诡计 咱们且先等等 那妖怪回去 一定要安葬了那老龙精 咱们且等到半夜时候 他们都精疲力尽时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虎哥说的有理 两个人正在说着 忽然就见远处刮起了一阵狂风 沙尘遮天蔽日而起啊 风中隐隐约约传来了人寒 马斯的声音 向着南方而来 孙悟空赶紧运用火眼睛睛查看 发现竟然是二郎神险胜 见他正跟眉山六兄弟 就是二郎神的六个手下 架着鹰带着犬 一个个腰跨着弯刀手拿兵器 骑着宝马 好像是要出去打猎的样子 孙悟空一见 忙对猪八戒说道 八戒 你快去拦住二郎神他们 请他们来助咱们一臂之力 猴哥 你认识他们 是啊 他们都是俺老孙的兄弟 猴哥 既然是你兄弟 你干嘛让我去啊 你自己去叫住他们不得了吗 八戒 你还不知道 当年老孙大闹天宫 曾被那二郎神降伏过 如今见了他 俺老孙有点不好意思 你带俺老孙去一趟 跟那二郎神真君说 俺老孙再次要拜见他 他听到俺老孙在此 定然要来见俺 那时候俺才好见他 哦 原来是这样 好啊猴哥 你等着 我去拦住他 就见猪八戒 驾起云 追上二郎神一行人 大叫道 二郎真君 我说慢些走啊你 俺哥哥七天大圣 孙悟空 要求见你一面啊 二郎神一听 赶紧勒住马说道 哦 齐天大圣在这里吗 快带我去见他 主八戒 于是带着二郎神 和眉山六兄弟 落下了云头 来到碧波潭边 就见孙悟空 早等候在此了 见了二郎神 孙悟空拱手十里道 真君 多年未见 俺老孙十分想念啊 没想到今天 再此相见了 俺老孙如今 遇上点难事 还要请真君 帮帮忙啊 二郎神见 齐天大圣如此客气 便也客客气气道 大圣 咱们自己人 还客气什么呀 有什么 我能帮得上忙的 你只管说 孙悟空用手 一指着碧波谈 详细跟二郎神 讲述了那九头虫 和老龙精 偷取宝物 陷害金光寺和尚的事 最后说道 真君 那九头妖精 十分难缠 俺老孙 已经跟他打斗了多时 都没办法降服于他 因此 还要请真君施展法力 帮帮俺老孙呀 二郎神一听 也义愤填膺 大声的说道 哼 大胆的妖精 竟敢在此为非作歹 简直无法无天 大圣 你放心吧 咱们齐心协力 定要除了他 现在咱们就去端了他那老卧 孙悟空大喜呀 猪八戒更是高兴着大叫 好 好 猴哥 真君 哎呀 你们二位联手 恐怕这世界上 还没有能打得过你们的妖精啊 俺老猪 就给你们当个先锋官 下水去把那九头虫给你们引出来 剩下的可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说着猪八戒抄起爬砸 噗通 哇一声跳进了水里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水底宫殿前 猪八戒已经走顺了腿了 就见他大喊一声 对呀 妖怪们 嘿嘿嘿 你家猪爷爷又回来了 快给我滚出来受死啊 说着抡起爬子就杀进了大殿里 话说那九头虫抬着老龙精回来后 那公主和龙婆见了哭的是死去活来 正要给老龙精发丧 却没想到猪八戒杀了进来 一时间大殿上是乱成了一团啊 被猪八戒又是一顿耙子打了个乱七八糟 那九头虫实在是气急了 炒起大铁铲跟猪八戒玩了命了 猪八戒是且战且走 可就把那九头虫引到了岸上 他刚一上岸 就见素孔举起金箍棒 二郎神倾着三尖两刃刀 在空中大喊一声 呆 妖怪 呆 那妖怪 今天你跑不了了 还不送手投降吗 说着是刀棒齐下 朝着妖怪的头上就打来呀 再说那九头虫 一见这二位顿时吓破了胆 他心想 哎呦 妈的妈我的姥姥爷 这不是二郎神吗 他怎么也来烫这滩浑水呀 一个孙悟空就够我对付的 再加上个二郎神 我这不跑还等什么呀 想到这儿 他猛然显出了原形 就是那只九头巨鸟 一拍翅膀向着远处飞去 孙悟空正要追赶 二郎神说话了 大圣不必着急 看我的 就见二郎神一伸手 从腰间拿出了自己的那把金弹弓 放上一颗银弹子 而后扯满了弓 瞪起了他的第三只神眼 照着那九头虫就打去只听 那颗银弹子正打在妖怪的背上 疼得妖怪大叫一声 不过这下 可把那九头虫彻底的打怒了 他转回身子 向着二郎神冲来 要跟他拼命 他是想顾忌重演 就像对付猪八戒那样 先用两只大爪子朝着二郎神抓来 二郎神一闪身刚刚躲开 就见从那两只爪子中间 突然长出一个脑袋来 张开血盘大口就咬向二郎神 吓得猪八戒在旁边大叫 坏了 真君小心哪 这小的肚子底下还有个脑袋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突然就听 两声狗叫 而后就见一条黑影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嗖的一声冲了上去 再然后就听那妖怪一声惨叫 啊 我的脑袋 那肚子底下的脑袋 已经被咬了下来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原来正是那笑天犬 一见主人有危险 立刻冲上去 一口把那九头虫的脑袋 给咬了下来 这下可把九头虫给腾坏了 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嗷的一声惨叫啊 往北海的方向飞去了 死悟空又要去追赶 二郎神拦住他说 哎 大圣 不必追了 想那妖怪 被我这笑天拳咬中 又掉了一个脑袋 就算不死 也得受重伤 咱们不必去追赶了 让他自生自灭吧 大圣啊 还是拿回济赛国的宝物要紧啊 孙悟空一听有礼 也说道 真君啊 说得有礼 现在那宝物 还在那万圣公主的手里 但老孙变个九头虫的模样 下去骗他交出宝贝 八戒 你在后面追 我在前面跑 咱们俩跟那公主演一出好戏 得嘞猴哥 交给我了 好嘛 就见孙悟空摇身一变 变成了九头驸马的模样 也提着个大铲在前头跑 猪八戒举着个耙子 摇摇呵呵的在后面追 什么 妖怪 你呆 你给我站住啊 吃老猪一耙子啊 两个人一前一后就下了水 话说 孙悟空来到那宫殿里面就大叫 公主 公主 你在哪里啊 公主 那万圣公主一剑赶紧跑出来说道 啊 驸马 你怎么跑得这么狼狈 难道你被打败了吗 哎呀 公主啊 你不知道啊 那孙悟空和猪八戒实在厉害 我抵挡不住了 公主 那宝贝在哪里 快拿出来呀 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 把他们藏好了呀 那公主早下的没了主意 连忙把那佛宝 舍利子和九叶灵之草 全拿了出来 递给了孙悟空 孙悟空一见宝物到手了 立刻显出原形 大叫一声 呆 妖怪 你看看我是谁 那公主一见大惊 刚想跑被猪八戒赶上前 一趴子拍倒在地上 落了个形神俱灭的下场 孙悟空跟猪八戒 联手剿灭了洞里的一众小妖怪 拿着宝物回到了岸上 谢过了二郎神和梅山六兄弟 而后目送他们远去了 两人这才带着宝物 回了那季赛国 孙悟空这才要送还国宝 让宝塔重放光彩 The End